面对困境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团结一致 一起共渡难关 因为如今的全球都是高度关联的 无论哪个国家发生什么 对于其他国家都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然而近日来自美国的一份甩锅剧本的公布 却引起了国际上的轩然大波 据央广网4月29日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曝光了一份秘密文件 美国共和党参院全国委员会向党内竞选机构 发送备忘录 建议本党候选人通过攻击中国 应对新冠疫情 给共和党在今年大选中造成的不利影响 该文件总技术实业 明确了全力攻击中国的目标和攻略 同时给出了三个攻击方向 第一是批评中国掩盖疫情 二是指责民主党对手对华立场软弱 三是强调自己会找中国讨说法 同时备忘录还敦促共和党人 在回答任何有关新冠病毒的问题时 都要坚持传递反对中国的信息 面对美国政府还想把脏水泼向中国的行为 美国国内一片哗然 国际媒体也是瞠目结舌 美联社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批评 将矛头直接对准了白宫 美联社指出 白宫的目的是找一大批剃嘴羊 对他们来说 此举无非是试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对于白宫的真实目的 央广网4月29日评论道 剧本们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它是当前美国政坛对华立场和态度的集中体现 也是美国社会在新冠疫情强势不减的情况下 各种矛盾演化的结果 严重的政治偏见 顽固的冷战思维 错误的政治判断 狭隘的党派利益 驱使某些高层政治势力 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 当成可怕对手 采取全面围堵政策 此外 人民日报海外网近日也对此事提出看法 海外网指出 污名化他国掩盖不了抗疫不力的事实 栽赃甩锅 赶不走肆虐美国的病毒 靠疫情谋取政治私利 是对生命的漠视和麻木 更突破了人类良知和道德底线 奉劝某些美国政客 美国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中国 请停止政治操弄 把精力放在挽救生命上 消费地区 右转发app congestion 请不吝点赞订 для Media